來這裡來看一下這第四題,它說之女星跟地球的距離是26個光年 那26個光年先提醒你一件事情 年是時間的單位 1年2年時間單位 但是前面多一個光代表光走了一段時間的距離 意思一個光年代表光走了一年的距離,算是距離的單位喔 來來看一下這裡的選項 他問你誰是對的 不恰當誰是不對的 A的部分 之女星發射出來的光來到了我們地球需要26年的時間 走26光年的距離 所以呢,A說需要走26年,這麼長的時間是合理的 B說 那麼遠的距離需要藉由光走26年也是合理的 那麼 C看清楚 我們目前看到的子女星是陷在她的狀態嗎 不是 就好像說 這個是遙遠的子女星,這是我們的地球人 我們呢 我們呢 這女星那一來的 光線需要走26年才會看得到 意思她慢慢的傳,慢慢的傳,等到我們真正看到她的時候 說坦白的 她一定還存在嗎 不一定 因為那個叫做26年前的她 她來的光線 走了26年 已經 她來的光線呢 花了26年 走了26光年的距離 所以現在我們地球人看到遙遠的 她不代表她一定存在 所以呢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是26年 26年前的她 她不一定現在還存在喔 所以呢 不能夠說我們現在看到天上的行星 笃定看到代表現階段撒那間她是在的 可能 她消失了 萊豬的部分 他說太空船呢 從地球跑到子女星呢 要26年一個大前提 光速前進 但是問題叫做我們現在有辦法光速前進嗎 沒辦法 所以那些太空船真的上面有人嗎 沒有人的 太空船 因為人根本不可能活那麼久 所以我上面就寫了 基本上目前呢是沒有辦法達到光速的所以花了時間不可能是26年 一定是大於26年 好所以是怎麼一回事囉 好 就先到這裡 就先到這裡 我們下一個回事 就先到這裡